好這次陷入了不倫鏈風暴的總統府發言人古拉斯 其實他的從政經驗相當的豐富 也一度被視為政壇的明日之星 大家看到他的經歷 從這個記者主播到民進黨的發言人還有立委 他也是首位的原民總統府發言人 跟首位的原民花蓮縣長參選人 不過呢在2018年的時候 他提前卸任了立委 成為了這行政院的首位原民發言人 雖然說在二零二二年的時候 他參選花蓮縣長落敗 不過有不少人希望他能夠深耕花蓮 再參選立委 只是他堅持不願意放棄原住民的身份 但如今陷入了不倫鏈的風暴 也讓他的從政之路增添變數 出身花蓮阿美族的 2008年接任行政院發言人 還在公布人士令這天返回故鄉陪伴族人 展現親民樸實的一面 當時的Colus從記者主播到民進黨發言人 2018年7月提早卸任立委 邀請一邊躍身行政院首位原住民發言人 在二零二零年接下總統府發言人 Colus的從政之路致力推動原住民權益 不只精通國 臺 原客四種語言 還以剛柔並濟精準掌握語言著稱 二零二零年Colus批向民進黨鎮袍 回到故鄉投入花蓮縣長選舉 不管他是公車 小公車 甚至於是類Uber的系統 我們必須要打造一個生活的花蓮 而不只是觀光的花蓮 關心花蓮當地交通建設 對於各項計畫侃侃而談 對上花蓮縣長徐真偉雖然落敗 在原住民選區仍拿下亮眼成績 二零二四立委選舉 不少人希望Colus繼續深耕花蓮 不過依據中華民國法律 要參選區域立委的唯一條件 就是要放棄原住民身份 對他來說當然想都別想 我們是原住民的孩子 驕傲的原住民的孩子 學校作者作組無 everyone 有一次 выб WiFi 洞住民的孩子 按主 以前